来自屏东车城满洲恒春牡丹山的百位居民都来到旭海春参加这次的县府举办的说明会 简报上所规划的暂定居然保留区 其中也包括了全长12公里的阿兰伊古道 但是其中也有155笔诗人土地被划入保留区 地主还有当地的居民对保留区的规划大为不满 还是希望能够兴建台26县 出现环保团体以及县政府跟在地居民的立场完全冲突的场面 居民大部分表达希望能够通过审查 讓南田到旭海的台26縣能夠動工 雖然部分居民表示希望能夠開通 對於居民的種種疑問 屏東縣副縣長要居民審慎思考 連我都沒有資格說會或不會 要由委員來審查 雖然保留區附近鄉鎮居民 大家都希望能夠開通台26縣 但是不少學者還有環保團體 也表示不可破壞當地的自然資源 也表示阿蘭伊古道 是台灣最後的原始海岸森林 卻因為交通部台26縣開發案 將面臨純廢的衝突 雖然屏東縣政府 目前劃定為暫定保留區 不過一旦時效屆滿 阿蘭伊可能又將走上開發之路 由於各方爭議不斷 說明會在部落與政府相關單位 沒有達成共識之下 各鄉鎮居民也就解散 台26縣南田到旭海路段 是不是會開通 就等1月18號 自然地形保留區審查會議 進行最後的審議 記者RI哥舍 屏東牡丹採訪報道